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勇士不敌老鹰,北京时间4月5日,荆州勇士队111-117,不敌老鹰遭遇三连败,吞下最近8场比赛的第7场失利。 这场比赛勇士跟老鹰斡旋了前三节,但在末节被逆转拉开分差。球迷们赛后对科尔颇有怨言,因为此一库里只要早上2-3分钟,或许比赛的走势就会不同。 但科尔为了自己的平均主义,再一次收下了失利。库里此一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,全场比赛36分钟,23中12,3分12中3,罚球12中10拿下了37分。 五篮板二助攻二抢断一盖帽,命中率52.2%,三分命中率25%,美中不足的就是,三分不够神准加,伴随8次失误。 但库里在末节6分钟里,拿下了7分,他已经很努力。在老鹰的各种包夹,围追堵截下库里,依旧拿下了全场最高分。 但库里无论怎么努力,就是无法带领,这只雷弱的勇士,拿下胜利。 此一后勇士队战绩,为23胜27,赴西部第10。勇士距离西部第9的马次,都还有1.5个胜场差。 西部第11的醍醐战绩,22胜27,赴跟勇士只剩下0.5个胜场差。 也就是说,勇士打附加赛的资格,都不一定了,而且难关,还在后面。勇士队还余下,22场比赛。 这22场比赛里,只有9支球队,是完全没有战绩压力的,于南球队。 分别是,奇才,2场,火箭,2场,雷霆,3场,森林狼,1场,骑士,1场。 勇士还要跟提胡,打3场比赛。 换言之,提胡很可能成为勇士进入季后赛,最大的拦路苦。 提胡最近的10场比赛,赢了5场,而勇士只赢了3场。 勇士这22场比赛,还要面对雄鹿,绝晶,二场,太阳,爵士,费城这样的顶级强队。 勇士队的赛程,太难了。 根据数据网站Figors the Tiet的分析, 荆州勇士队,目前进入季后赛的概率,只剩下可怜的18%, 提胡都有28%,比勇士高出10%,很明显美眉不看好,这支勇士进入季后赛。 33岁的斯蒂芬·库里本赛季如此努力,却无法进入季后赛。 这是不是贝科尔浪费了一年巅峰呢? 萌神本赛季场均29.4分6主攻5.5篮板,1.33强断。 命中率47.6%,3分命中率40.6%,场均4.7个三分球。 可以说库里的表现不比15-16赛季差,这样的表现无法进入,季后赛真的太惨了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